调出我们这个日历来看到呢 其实可以发现 这个死亡人数呢 是逐日增加 已经连续三天是三位数了 而且这个数字是越来越高 那我先请教王医师啦 就是我刚刚有特别提到说 现在的死亡年龄往下降 今天传出新北的是36岁的男性 他目前是全国最年轻的新冠死者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什么 其他的慢性病什么原因还不知道 只知道他还来不及前往隔离检一锁就死了 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要担心的是 死亡潮这一波 这个死亡的病例啊 基本上是绝对跟他的病例总数是有关系的 你病例总数越高 正相关 正相关的 所以我们的病例总数再增高的话 死亡的病例一定会增高 没有错 那年龄层也会下降 因为我们的死亡最高的风险 就是在老人 65岁的老人 或者有心肺疾病的人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呼吁到 呼吁到疾病的一个特征 所有的呼吁到传染病 基本上来讲 它都是侵犯到我们呼吁到 如果你有呼吁到的基础疾病在的话 就是一个火上加油 特别容易死 特别容易死 原因就在哪里 就是因为他们两个加在一起 但是我们知道 在其他的情况 其他的年龄层 也不是不可能 因为我们知道这新冠 它本身就是引起的 我们的就所谓的 那个兼职性的肺炎 兼职性肺炎 所以最近大家常听到 快乐的缺氧 快乐缺氧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兼职性肺炎 兼职性肺炎 跟肺炮型肺炎是不一样 肺炮型肺炎的话 这就是我们常见的肺炎 是可出痰 但是兼职性肺炎 它的血氧会交换 会出问题 所以它常常会 血氧会低 那血氧低的时候 那它早期是没有症状的 可是因为它血氧低的话 它很容易影响到心脏 心脏的话 一旦心力不整 就是马上就产生猝死 所以这一类的人 我相信他们都是因为这样死 而不是真正肺部有疾病而引起的 但是我们对于这些死亡的病例的时候 我们要关注的是另外一个点 另外一个点在哪里呢 就是这个 基本上它都在到院前死亡 对 它为什么在到院前死亡 这表示我们 我们到这个 这个在死亡的病例 它一定要是先经过 轻症到重症 再到 进到家务病房以后 它才死掉 它连这个连 连家务病房都进不了 那个过程都来不及 对 甚至有些人连通报都还没通报 死后才通报 对 死后确诊 所以这个就显示了我们 我们通报基本上 这个系统是有问题的 不够 没有办法把这些东西都 合格的匡列出来 匡列出来以后 你也没办法把它做一个 很好的医疗安置 医疗安置造成说 它没有办法进到医院里面死掉 进到医院死掉 这个是个死得其所 但是在医院以外死 这个问题就很大 这就不该出现了 一个国家不该出现了 这样的情况下 所以这些人应该来讲 应该给它安置到 亲这医院 所以这会不会越来越不乐观 愿如你所言 如果我们的确诊数 一直往上升的话 这个死亡人数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这种情况 你没有彻底的改善 就还是一样啊 这不是一个恶性循环吗 对啊 所以说你要把 你要改善这个东西情况的话 怎么办 因为我们的死亡人数 死亡的病例数 大概都在我们总人 总确诊病例的2%左右 大概这样 我们国家是1% 那1%是什么意思 代表我们通报不够嘛 我们国家不会比人家 那好到这种程度 我们国家是全部死亡率的 2%的一半 开玩笑 没有那么好啦 所以它基本上是有很多的漏报在里头 那另外就是 漏报 对有的很多漏报 可是陈时中的说法是说 我们死亡率还好 不是还好没错啦 就是没有高啦 高的话那是更 那是更惨 知道吧 高的话是更惨 所以原则上来讲的话 它连死亡都有一些漏报 那有通报的病例 还没有办法给他做很好的医疗安置 没有办法做医疗安置的原因在哪里 就在于他的病房被塞爆了 所以这个是个麻烦 连轻症都没办法进去 否则你通报的病例应该要进医院的 结果没有办法进 所以现在急需的就是说 我们能够收纳这些轻症的病房 要急需建立 我相信在指挥中心里面 他们已经有在建立了 因为他们征掉了我们所谓的 这个一般的病房 来去当做他的一个轻症 轻症的病房 那大概征掉了 每家医院都必须贡献出10% 那这个当然是可以做 但是没有错 我们知道一般的病房 只能贡献到30% 你不能够贡献太多 太多会影响到正常的医疗 我们昨天已经有正常的 常规的病人 癌症癌末的病人 但是就没办法住院而死掉 这个问题已经出来了 所以不能够无限制 以现有的病床 来去当做我们的轻症病床 轻症病床 轻症病床必要重新建立 因为整个我们的病人的人流 是增加的 病人的人流增加的时候 你用挪来挪去 从AB医院挪到B医院 或从A病房挪到B病房 这个都是不对的 这个没有办法增加 它的收纳嘛 所以收纳一定要重新建立 所以现在其实是赶快要建立 轻症医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机 那么另外疫情的趋势怎么样 目前看来就是一个平稳的 一个高原期 刚刚陈时龙也特别讲了 他说其实这不太好 他说因为没有往下的趋势 是吧 目前还没往下 对啊没有错 因为我们整个集中的火力 都在双北啊 你这个等于是双北的疫情 都没有下来 双北已经做了很强的 一些干预作为了 但是没有办法下来 所以这个干预作为 其实还需要更强的意思 要不然他现在 绝大部分的病例都在双北 那其他的地方还没有出来 我们现在等着 就是其他地方可能会再出来 那这个等待地方 其他地方要出来的话 要不要出来 完全干地方政府的努力 所以地方政府不能够 因为现在 在某个地方 他的疫情比较弱一点之后 他就放松了 他的一个脚步 不行的 在这个时候做是最好的 像到了双北的时候 他们疫情到了这样的地步 再去做 效果已经不脏了 但在其他县市 一定要做的 不会比双北差 才对 那这样子疫情才能够下来 因为现在是防止 这个疫情出来的时候 最好的时机 还不太严重的时候 好 但是现在都打疫苗打疫苗 很多人说现在时候 缓不济急的还是要打 我们看到就在今天下午3点50分呢 15万剂的莫德纳疫苗 就会抵达台湾 事实上我们这几批这样一路算下来 你会发现 说来很可怜 还不到100万剂 86万剂 目前86万剂 好 那请导播给我们上一张 这个民党发言人 严若芳说不能够一次来太多 因为很难一次消化完 他在讲什么 好 那我们来看到 这个是罗志强办公室法案主任 杨斗直他爆料 他是说消化不了的真相 是因为我们国家的冷链系统 就是国家冷链队 只能够最多存放44万剂的疫苗 那这样都通了啊 难怪嘛 每一次进来 我们看最早11万到 现在就是40万剂 这之间不等 好 没有超过44万剂 这样的一个疫苗数 所以换句话说 你这一年半来 冷链都不够存放 那你等于是什么都没有在准备嘛 好 那台湾到底需要有多少疫苗 才能够达到群体 普筛这个情况 免疫的情况呢 陈时中就说呢 莫德纳疫苗也将到了 那今年有2000万剂的疫苗就够了 明年呢 再买莫德纳次世代的疫苗 好 但是我刚刚算给你听啊 我刚刚还讲86万 我少算一点 好 87.6万剂 那陈时中说呢 其实到8月底 会有累计1000万剂到货 包括呢 是国产疫苗 如果5月20 如果全数让民众接种 第一剂呢 可以至少有四成的覆盖率 但四成够不够呢 专家说不够 专家说要六成以上 才能够达到群体免疫的程度 所以我还是继续把这个问题 丢给王医师哦 疫苗这件事情 你看到目前为止 才87万剂 少之又少啦 那因为没有办法一次买 这么多的原因是呢 我们冷链不够 这不会太扯了吗 所以我每次就来来来 就是这样子40万以内 40万剂以内就对了 这个不是 这个话不能这么说啊 你既然知道我们国家 这个是全民接种的疫苗 全民都要打 那你就要处备这样子的一个冷链技术啊 你怎么会没有这样子呢 我们给你一年 你在搞什么鬼 所以这是很糟糕的事情啊 那这个疫苗到底多少要够 很简单 就是我们知道要够的话 有很多种够法 最够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4600万 4600万剂 每个人都打到两剂 这是最够的 但是这个东西是 能够让我们这个疾病 在台湾消声匿迹 但是我们还有一种够法 就是说 这个是在公共文身上来讲的 就是60%以上的 60%的人打到 那就是1400万剂 1400万剂乘以2 就2800万剂了 2400万剂 那这样子的一个打法的话 就是说 这个病毒可以进来 因为还有40%的人 是没有免疫的 那这些人 这些病毒进来了以后 因为它的人跟人的距离 已经被疫苗 强制拉开三倍了 所以它的R0值可以变成 从3降到1 所以它以后 已经进来的一个病毒 传不出去 这是公共文身上 理论上是60% 60的话是2800万剂 但是还有一种就是 我让这个疫情有下降 让疫情有下降 因为这个算是疫苗来讲 是我们公共文身措施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措施 就是说你给它打算疫苗以后 大概三成左右 三成的话就是 六的一半 大概当时是4600 对不对 2300左右 大概2300左右 这样子的量 就能够把这个 疫情直接往下坡走 这样子下去 然后再经过一些公共文身的努力 可以把它整个给阻断掉 所以这样子的做法的话 其实就是说说看你要怎么够 所以我们知道在官员的血巴里面 讲出来的 很多时候都是够 对啊 连现在都会认为是够 对啊 我说这样子是胡说八道嘛 这个 所以真正的疫情要够的话 大概有这三个定义 看你要怎么样讲 你要疫情下降的够 那就是 你30%的人口都接种到 那如果60%的话 是这个病传不出去 那如果全部这个病 在台湾销声匿迹的话 要百分之百 立刻订阅中天电视 支持监督的力量在中天 中天新闻不会消失 只会更强大